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政府限制中国通信设备 引发日期担忧 日本政府将首次制定有关中央省厅和自卫队使用的信息通信设备采购指导方针 10日,日本全部省厅的采购负责人和系统负责人将开会 确定新指导方针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说 日本泥江、华为核中心产品排除出采购清单 据报道,指导方针在10日确定后将立即对外公布 并在来年正式实施 日本经济新闻主日报道称 新指导方针针对政府和军队等关系到国家安全保障部门使用的情报通信设备做出明确规定 具体是指 上述部门在购买电脑、网络服务器和手机等设备时 必须按照政府规定进行采购 并阐述明确的判断标准 对日本政府的中央省厅等需要配备的主要系统 将有严格的采购标准和认证制度 只允许没有泄露情报危险的企业参加竞标 清指导方针将并记过去及考虑成本的采购方式 而考虑如何降低安全保障方面的风险 以抑制通信设备泄入机密信息或系统停止 并陷入功能紊乱的风险 这项工作将由内阁网络安全中心为中心开展 以日本政府今年7月汇总的网络对策方针为基础 在日美看来 这个新指导方针针对的主要就是中国企业的产品 日本经济新闻说 中国的华为、中兴、海康威、市等公司 都在西方国家引起担忧 日本每日新闻称 关于华为不仅存在因有泄露机密警报担忧 而被踢出局的问题 而且围绕5G通信网络建设 各国都把华为当成有力的竞争对手 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称 因为顾及日中关系 日本政府不会在新指导方针中 点中国公司的名字 但这个消息已经引起担忧 日本经济新闻称 物美价廉的中国通信设备 对日本公司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现在软银已经购买了大量中国产品 外公司员工担心 如果政府加以限制的话 将导致日本5G网络的建设被延迟 如果日本也出现排除中国制造动向的话 今后日本的5G建设计划将陷入混乱 该报说 华为目前还大量使用日本企业制造的零件的 去年在日本购买零件价值高达4900亿日元 华为告诉部分日本供货商 到2020年 其采购量将比目前增加一倍 所以如果多国对华为继续施压 日本企业也会受影响 再见